大家好 欢迎收看11月1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莲县政府和花莲县读经学会共同主办的 第15届读经会考活动 15号在中华国小举行 报考人数一共有428人 其中年纪最小的考生只有2岁多 全部一共有31个团体报名参加 欢迎政府与花莲县读经学会共同主办 第15届读经会考15号在中华国小举行 现在许臣会表示 感谢花莲县读经学会大力推动读经 从今年当中且以默化 智慧启发以及校长们的用心推动 让校园注入一股圣贤清流 更感谢家长们用心的陪读 读经推动读经已经第15年了 尤其是在公平级现场任内的时候 我们更加的让竹竹这个教育 能够向下张根 而且能够深入校园 以及深入我们的村里 在这里要感谢竹竹协会的坚持以及努力 还有我们所有的校长的用心的推动 让我们的孩子从小 从我们的智慧张根 也让我们古先圣贤的智慧 能深化到我们的孩子 又懂我们的心中 现在有提到 先进家庭教育以及伦理思维 将造成相当多的社会问题 因此花莲县读经会坚信 并且积极推动读经的教育 透过阅读经典 让孩子们站在古圣先贤的肩膀上 看得更高更远 同时也培育孩子们正确的人生观 定定了重要的人格基础 另外书法协会也一同共向盛举 也在现场辉好 让家人们选出自己喜欢的吉祥 和祝福的书法制 也让活动增添了一文气息 接着终于花生报道